今天好要來試一下這台的KIA SPORTIGE 也是所謂的歐匹歐湖歐風歐洲人設計的韓國車 首先很多人會疑問說 114萬9124萬9跟最頂級的135萬9XLINE四輪驅動版本 你會怎麼挑呢 因為配備來講當然是最頂級的最棒 但是多了一個四輪驅動版本你要考慮到的問題是 市區裡面的代步是否真的用得到四輪驅動 因為四輪驅動我感覺上 這開引擎180P 27kg的扭力1600cc渦輪增壓 背上這個四輪驅動的底盤車重來到了1666公斤 而且加上這個四輪驅動它是全使四輪驅動 所以簡單講它的油耗數字 會比起了兩輪驅動的前兩個版本稍微耗一點 而且像這樣重彩油門市區這樣加速 事實上四輪驅動還是有點後軸的妥當的感覺 所以說XLINE這個版本這個配備這個內裝的質感 如果說可以像Tucson L一樣最頂級版本呢 也有一個兩輪驅動可以選擇 也就是說這麼多的配備 但不一定要四輪驅動 畢竟這個車是所謂的CSUV嘛 如果是這樣的選擇的話會相對更加的棒 而這個變速箱本身呢搭配這個1600cc的渦輪增壓引擎 我覺得當它在高轉速全增壓SPORT模式的時候呢 它的驅動力道實際上是蠻好的 但是當你這樣子踩剎車準備進彎 輪胎叫 輪胎叫 支撐力道夠 但是呢車重以及呢長走板的感覺呢 就會讓你有一種原來它距離運動休旅真的只差一步啦 沒有那麼靈活過彎沒有樣的痛快 而且它原廠搭載這個也是所謂的安靜胎啦 不是跑胎 如果說呢你把這台車 我是覺得避震器的支撐度夠不用改裝 但如果呢鋁圈把它改成20吋或21吋 而且換上類似這個Pilesport的稍微支撐力好一點的輪胎 搞不好這台車會非常有運動跑旅的感覺喔 當然呢它馬力只有180匹你也不要太要求它了啦 而且呢四輪驅動版本呢它油耗也比兩輪驅動版本高一點 所以原廠並沒有公佈它的油耗的數字 當然講到這個市區行車喔 那它的行路質感 我能夠說呢 雖然它搭載上了19吋的旅圈 可是我覺得它的左擬感 那種避震器碰碰起來的感覺了 真的就是那種歐洲車的感覺 因為呢畢竟這個Kia Sporty覺得它是所謂的歐風歐皮歐國 雖然說它是韓國品牌 但是設計都是來自於歐洲的 所以呢它的Ride Quality呢 逼近那種凹底的感覺 而且呢底盤的回饋感很紮實 那種碰碰碰的感覺呢 跟日系車的感覺其實真的完全不一樣 而它的方向盤本身呢 事實上呢 當你在Eco模式之下呢 方向盤的感覺其實比較輕的 但是呢當你在Sport模式之下之後呢 它轉動起來感覺又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呢原則上來說呢 都是相對的家用的這個SED那種輕手感 而且它的方向盤 事實上在市區裡面開起來 其實跟路面那種隔絕度還是隔絕的蠻好的 也就是說方向盤的路感 其實沒有什麼路感呢 就是轉起來很輕鬆的感覺 這個車的台灣引進的是呢 軸距來到了2755的長軸板 後面呢多了85mm的這個腿部的空間 而且呢這個長軸距的感覺 長軸板比起的前衣大概是我點鐘對不對 市區開起來那種沉穩感就是比較好 長軸距就是一個穩定的感覺 所以說呢今天呢你知道嗎 當你今天選擇一台90萬到140萬左右的這個SUV的時候呢 當然啦現在呢90萬上下所謂的MG嘛對不對 英國MG 再往上呢有CRV RAV4 大家搶購不行的這個車 再往上還有這個福特的這個非常大馬力 240-250P的酷感 再往上這台車上有Lessus 但當你在Lessus這個價位這個品牌 而再往下有90萬左右的MG 中間這個區間您真的一定要選CRV 或是KUGA或是RAV4吧 其實呢像是Toussane L 還有這台兄弟車KIA Sporting 這個韓國車呢 這個質感這個引擎這個穗金這個馬力這個配備 不妨來看一下這個韓系的修理車 它的整個行路質感引擎的質感引擎的質感 引擎的格級配備 真的是沒話說一本意 但有人會說那後勤維修的部分呢 那Toussane L是南沿國產 但是KIA Sporting它是進口車 進口車我覺得開起來就是真的有進口車的感覺 但它的後勤維修也是進口車的後勤維修啦 那我真的建議KIA Sporting如果你要買的話 直接直上X代的頂級版 天窗我覺得可以不用選 但是外面的這個非常漂亮的消光夜影會定而循 因為外面看起來真的很像馬沙拉丁 好的現在呢再度來到這個國道1號呢 天天塞車日常 剛好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KIA Sporting 它的ACC自動跟車 現在呢我們跟車的時速呢 定在了時速100公里 可以看到整台車呢 緩慢的跟著前車呢 慢慢的前進 雙儀儀器的車以前呢 試過的車呢 會有那種急加速連退兩檔的頓挫感 但是呢這個KIA Sporting 這個SCC呢 欸倒是不會 但是呢它的確喔 這個Level 2呢 往前跟車的補油門的柔順度很夠 但是加速感就沒有那麼樣的快 再加上這台車如果說前車的緊急煞車呢 它的踩煞車的柔順度呢 也非常的好 也就是說呢 真的是有一種 歐系200萬的那種自動跟車的質感 而且呢它啟動這個Level 2跟車的方式也十分簡單 只要是方向盤右手邊這邊 按下這顆跟車的按鈕 以及呢這顆車道自動的按鈕 這邊設定時速之後呢 它就可以完全的啟動到SCC自動跟車了 所以簡單講 這KIA Sporting 當然我們知道它有Level 2沒有話講 但是呢它的跟車的質感 下車的質感 還有車道維持自動轉方向盤的那個柔順度 不會那麼一格一格一卡一卡的 我覺得非常棒 如果呢 幫這個SCC自動跟車 打上95分的高分 歡迎光臨愛吃星球 今天我們就要來試吃網友推薦的好物 首先第一杯飲料就在我的手上啦 我要來試喝了 真的蠻好喝的耶 等一下 嗯 牙齒怎麼有點酸酸怪怪的 啊 牙醫上次有提醒我 如果牙齒開始酸痛 可能就是牙周問題的前兆 不會吧 你要不要試看看水神漱口水 欸對耶 除了飯後刷牙之外 使用水神漱口水也可以輔助口腔清潔喔 甚至還可以降低牙周病的發生率 我現在就來使用看看囉 每次含20毫升的水神漱口水 先10秒後吐出 不用再用清水漱口喔 水神漱口水 榮獲國家品質認證標章 可以幫助維持口腔清潔 大家在飯後刷牙之後 也可以使用的是水神漱口水 來輔助清潔牙縫間的死角 幫助降低牙周病的發生率 同時也可以幫助去除牙峻斑喔 現在還要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水神漱口水 在中間電商平台快點購 獨家販售 如果您喜歡 記得趕緊下單 同時也可以使用我們的推薦代碼 CTI717 全部都是小寫的 可以上了折扣喔 其實真的沒在怕的 最熱門的新車場先 沒有再客氣了 它這邊就直接甩尾了 踩在那邊 它直接進入甩尾模式 再踩 很靈敏 最實用的空間展示 這麼拉起來 不費力的 這邊 哇 超級深的秩庫空間 它的真正的衛助盒是真正的 每週一週五晚間9點 別忘了YT搜索中天車想家 每週三 每週三 豬豬哥來聊車陪你一起來直播 更別忘了幫我們按讚 點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能夠及時補充抗靜疫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 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讓防疫變得更方便更安心 一天你用兩